包了電儀 親手送上民主廠對方不願意收下 我們再看這背後其實是個感人的故事 這兩個人一個是熱心的女店員 另外一位是腦麻男子 兩家人雖然家境清寒 但在能力所及 他們很盡力的互相幫忙扶持 很多人被這兩個好人的故事深深感動 紛紛伸出援手捐款捐物資 就算太陽再大還是賣力的 踩著載滿紫箱的三輪車 天生患有腦性麻痺的許淑辰 沒有向命運低頭 平日靠著資源回收維生 過去一年多來 在化妝品店上班的李維珍 得知他的情況後 都會把店裡不要的紙箱交給他 讓他感激在心 幾天前李維珍的夫婿病逝 許淑辰得知消息後 為了表達對婦人的感謝及關心 騎著三輪車到殯儀館外 要將裝著2100元的電儀 親手拿給李維珍 對 蘇澄的平常受到維珍的照顧 回收主箱給他 這次他聽到維珍的老公氣勢 他包一個店裡要去給維珍 維珍看到他這樣 也不敢給他說 因為一個一車的主箱只有 差不多20塊 2000里差不多要載100車次 所以維珍很感動 也不敢給他說這個白包 故事傳開後讓很多人感動不已 各地的善心人士紛紛表示要捐款捐物資 但許淑辰強調他可以靠雙手賺取養老金 只要回收屋就好 不要捐錢給他 而李維珍的老闆娘一早也親自開車 將店裡的紙箱送了過來 雖然先天上可能不如一般人 但是他很努力啊 雖然白包沒有送撐 但他也不忘幫李維珍加油打氣 鼓勵他堅強面對未來的人生 明天幫黃黃圈嘉義報導